好,接下来我们要用Vlog来设计全加器 这个考试也考了,对不对 所以全加器的线路你应该很清楚了 那全加器的线路 我刚刚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期中考考题 可以拿出来看一下 哦,期中考考题 期中考考题在这里 我刚刚应该下载过 对,这里打开一下 这不是期中考考题吗 不是有个全加器吗 全加器就这个嘛,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用什么 两个互吃货杂,对不对 然后呢,两个and再加上一个or 这里有点奇怪哦 他用or,可是我那边用so 好像结果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改成or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设计不就是刚刚那张图吗 so,so 然后这里呢,可以改成or 我们来试一下 我把它扣下来 好,这边 好,这边 嗯,foil 好,那这边呢 刚刚刚我们图是用or 我就用or 其实应该是对的 两边应该结果都是一样 好,那我就把它来编译执行看看 iVlog V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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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输出到forA的 好,就输出到forA的 然后呢,一样vvp 好,那他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我们稍微解读一下 在50毫秒的时候 A等于1,B等于0,C等于0 那他的输出是上等于1,对吗 上是1,应该没错 Cout是0,没错 好,所以呢 100毫秒的时候 这个只有一个1 所以上等于1 Cout等于0 在150毫秒的时候 有两个1了,对不对 所以上变0 然后Cout变1 没错吧 OK 好,所以你这样子看来的话 你会发现 这确实做了一个全加器 那这个全加器 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杂的布局方式 就是这张图的布局方式 就是这张图的布局方式 OK吗 好,那真值表也就在这里 好,所以这个全加器 我们使做了看一下城市 好,我们的城市 是 看一下这边 我改了一点点 好,我们的城市 你可以看到 好,这边 A,B,C,I,N 对不对 然后上Cout 那我先把A,B 用一个SOR杂连起来 这个SOR叫G1 输出到S1 OK 输出到S1 这个S1是哪个节点 这个S1 就是A,B用SOR杂 大概就是这边的PI 有没有 就这边的PI 这个S1 好 那接下来呢 CIN跟S1 再做SOR输出到上 CIN就是这个CI 对不对 跟S1就是刚刚这个PI 两个进去变成上 所以这个是上 这个是CIN OK 好,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看到 A和B 经过一个AND 变C1 A和B A和B 经过一个AND 那不就是这个杂吗 变C1 C1就是这个GI OK 好,所以你这样对应 可以一个一个的对起来 好,一个一个对起来 那最后我们要写测试模组 这是测试模组 测试模组 我就放一个FOA的进去 对不对 那这个是变数名称 那通常测试的变数名称 如果最主要那个我们就用DUT DUT是什么意思 就是Design Unit 就是设计单元 那A,B,C,I,N 然后输出上Cout 一开始呢 我们把A,B,C,I,N都设成0 好,然后呢 在50的地方把A加E 100的地方把B加E 200的地方把CIN加E 这样子它就会 按照真实表的那种模式出现 好,那最后在2000的地方结束 那我们每50就会印一次 用Monitor印一次 请注意这个Monitor 或者会等到其他的同时间的东西 都做完才印 所以就不会出错 那你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 那所以请各位去执行一遍 看看电路的全加器跟程式的全加器 你有沒有办法关联起来 那我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跟那个不一样的地方 我直接先把它改掉 改成OR就可以了 那这个部分 这样子就会完全跟我们的图一致 好,那请各位去执行看看 执行看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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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